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詹德凡 香港本周以来经历了罕见的冲突 警方周二进入中文大学后 周三示威者改变战略 试图全面瘫痪香港 教育局已经宣布全港学校星期四全面停课 但北京仍没有让步的迹象 中共党报反而威胁要取消选举 据多方媒体发自香港的报道说 本星期以来香港出现了罕见的冲突 甚至中文大学校长认为该校已经变成了战场 之前示威者通常在周末或晚上示威 对香港日常活动影响较小 但北京四中全会后 由于中南海和港府的态度转而强硬 抗议者已经对和平解决诉求不抱幻想 准备长期抗争 于是改变了战略 开始在香港全境出击 而且勇武派的队伍进一步壮大 让全港陷入混乱 一些小分队通过社交网络集结 以不同的街区为目标 最大限度地干扰香港全境 周三每天接运750万人次的香港地铁 因被破坏而停运 香港上班族续排长队等候计程车与公车 但许多路口都被示威者堆满砖头 自行车和各种路障以阻碍交通 今天许多商业中心与学校纷纷关门 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香港本周一和周二经历了24个星期以来 最为激烈冲突的两天 满城近视冲突留下的烙印 周二在夜幕降临后 民主抗议运动的阵中 香港中文大学变成多起冲突的战场 周一警方使用真武器打伤一名伤者 香港教育局13日宣布 鉴于当前极可预计的状况 全港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及特殊学校 周四14日全面停课 教育局强烈呼吁立即停止所有极端行为 尽快让学生安全上学 教育局再次呼吁 学童留在家中不要在街上留联 远离危险更切勿参加违法活动 教育局会继续跟进明日及往后的最新进展 适时为学校提供进一步指引及支援 而北京当局与香港政府对香港示威者争取实行 全民征普选的政治要求似乎没有让步的迹象 相反 中国政府发出令人担忧的信号显示 北京希望更加紧缩香港的自由 加强更多安全措施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周二称 如果香港民主派抗议者不做让步 原定11月24日举行的地区议会选举将被取消 该报还称 中国有军队驻扎在香港 随时可应支持香港警方 但据设在悉尼的独立智库 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东南亚项目负责人Ban Blunt表示 中国当局似乎不准备采取派兵的极端措施 而更像是在用拖延战术 减弱香港的抗议活动 但是最近几天的情况显示 政治问题不可能通过警察来解决 未来局势的走向充满了变数 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存在着对权力的高度不自信 尽管修改党章又是修改宪法 但权力上的核心并没有形成威望上的核心 高层对其只是口服但心不服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高级红低级黑不断 中共四中全会有关习近平权力不稳的传闻四起 而在会后 习近平大秘中办主任丁薛祥日前刊文 直接强调维护习核心地位 对象是习而不是其他人 引发外界热议 有评论认为这是习借亲信之口表达对四中全会结果的不满 也有观点指习在内部两边讨好结果是两面不讨好 没人相信他 习近平大秘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共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近日发表解读四中全会决定文章 当中提到 要深刻认识到两个维护有明确的内涵和要求 维护习核心地位 对象是习而不是其他人 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对象是中央而不是其他组织 而且不能层层套用随意延伸 作为习近平重要身边人 丁薛祥的解释明白无误 两个维护其实是一个维护 就是维护习近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后一个维护只是挂着党中央的名义 其实党中央不是其他任何人 而是习近平本人 习近平是党的核心 反对习近平就是反对党中央 11月12日在一档海外媒体的争论节目中 谈到四中全会后的中国国内政局 习近平权力并没有显现出那么稳 明显的是中办主任丁薛祥 出来发声为习近平发声 另一方面是习近平当年从福建带起的亲信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红被公布 罕见兼任公安部特警局局长 这是一个负责一帮高官警卫的机构 说明习没有可靠的人 经济学者郑许光在节目中表示 维护习核心地位对象是习而不是其他人 听起来是废话但很清楚 就是要把习当回事强调保习的地位 丁薛祥这样说明习近平对四中全会开的不满意 因此四中全会后 习是想让丁薛祥出来表达了对四中全会的不满 这是领袖对党的不满 当然习在四中全会也不是没有任何进展 一是强调了党管一切 二是强调了军委主席负责制 美国南凯罗莱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霆认为 从公报上看 四中全会上香港问题中美贸易战反腐都没谈 本来想开会达成共识看来没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谢霆说中共在说什么自信什么自信时 实际上它是没有自信的 习对怎么走没有清晰的路线 如果习不能痛下决心一定会被保党派拉下水 他们会把香港毁了 连中国经济和民生全都毁了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 在中共十九大之后 尽管习的权威空前 但仍频频提出忠诚要求 2018年2月14日习近平甚至在2018年新年团拜会上 大赞狗是人的忠诚伙伴 是忠意和平安的象征 有海外媒体评论说 习近平在团拜会上大赞狗的忠诚 等于向全党再次发出了警告 到最近这次四中全会后 习近平直接由下边的亲信带为发声 却更直接和路骨 维护习核心地位 对象是习而不是其他人 但中共红二代罗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在专制的体制下所有的人都是双面人 林郑在香港问题上尽力讨好北京的权力机构 但英国人却看不下去了 11月12日周二 英国的几位上议院议员写信给剑桥大学的沃尔夫森学院 已经将她定性为人民的敌人 要求取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名誉院士头衔 英国近日成立了关注香港问题的香港全国议会议员小组 该小组的主席贝内特·南爵夫人 副主席阿尔敦勋爵和自由党民主党上议院外交事务发言人 洛瑟弗里·南爵夫人致信剑桥大学的校长 副校长和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要求紧急取消林郑的名誉头衔 议员们在信中说 林郑月娥把抗议者称为人民的敌人 从小处说这是麻木不仁 从大处说这是夺夺进攻 显然林郑必须对此负责 她必须对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负直接责任 林郑是沃尔夫森学院的37名荣誉研究员之一 被授予学院杰出人物的称号 受到中国当局支持的反美斗士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和北京闹翻了 斯诺登表示 她最近出版的自传的简体中文版 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审查 斯诺登因披露美国情报部门机密而受到关注 也受到中国官方的热捧 她周二在推特上用中文发帖称 她的自传永久记录的部分内容 被从上周出版的简体中文版中删除 这违反了她的出版合同 她写道 我的书永久记录的简体中文版已经被修改 违反了合同 隐藏关于国内监视与民主的基本真理 是对一个伟大社会尊严的侮辱 斯诺登还在原始文本旁贴出了被审查页面的图片 并呼吁中国读者帮助识别缺失的部分 她表示请和我一起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出版商 印刷原版的未经审查的版本 我们将在几周内免费在线分享真正的版本 斯诺登的自传在记录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章节中 简体中文版删除了斯诺登 关于民众为何被迫抗议的表述 人们呼吁结束压迫 审查制度和社会的不稳定 他们表明在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中 人民对政府负责 而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责 有关威权国家本质的部分也遭到了审查 其他被审查的章节提到了中国的网络长城 香港民意上的自治权 和中国的监控能力范围等话题 由于外国文献在中国内地出版前 经常要经过审查 中国对斯诺登自撞的修改并不令人意外 只是斯诺登对此根本不了解而已 以前斯诺登因指责美国政府 对中国展开黑客行为 而在中国被誉为英雄 因此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好感 部分网友呼吁不要购买被审查的简体中文版 而是阅读未删减版 推特的一位网友在斯诺登的推文下留言说 分享在线版本吧 出版物难免审查 中国前国家总理朱镕基被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在中国经济的运作上一向有很大的化石权 但他并不常开口发言 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于北京时间11月12日 在中国媒体财经年会上说 想靠不断印钱把经济拉住泥潭 这是不可能的 顶着金融专业人士的朱云来表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各国政府大量发放货币以解决经济问题 短时间可以看似解救经济 但长远来看 会恶化整个经济效率 朱云来解释 因为本来你做的不对就得停了 现在不停还让他继续什么人都救 都发更多的钱 实际上变得效率更低 靠不断的印钱想把你从经济的泥潭里面拉出来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朱云来还曾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任CEO 也是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之一 朱云来的发言被观察家解读为 也代表了朱镕基的观点 中美两国政府博弈激烈 华人在美国的诚信度也受到很大影响 在科技领域 许多华人科学家被指窃取美国机密 令许多华裔科学家被调离敏感单位 这不令华人蒙羞的事情又来了 美国司法部12日宣布 被控窃取美国能源公司商业机密的 中国籍科学家谭鸿景已向联邦法院认罪 承认从曾任职的美国公司 为中国公司窃取新一代电视科技 35岁的谭鸿景持有绿卡 拥有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他从2017年6月起在菲利普斯66能源公司 位于奥克拉赫马州巴特尔斯维尔的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2018年12月被公司检举涉嫌窃取商业机密后被捕 谭鸿景在奥克拉赫马州联邦地方法院坦诚窃取 未经授权传输与持有商业机密并遭到起诉 预计明年2月12日宣判 谭鸿景在菲利普斯66能源公司与研发新一代固定式能源储存系统科技 液流电池的团队合作 据信该公司研发遭窃的市场下游能源产品价值超过11元 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司法部助理部长戴莫斯发表声明称 谭鸿景的认罪再次凸显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去年12月11日 谭鸿景用一个随身碟复制数百个档案 隔天就提出离职并被护送出公司所在地 当日稍晚他将该随身碟还给公司 声称离开时忘记留下 经检查发现该随身碟内有5个档案遭删除 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搜查谭鸿景住所 找到一个外接硬碟 必从中发现实现档案 检察官休瑞斯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野心 对美国新兴高科技产业构成威胁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作业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